哈嘍大家好我是鬼鬼 跟大家分享一下麥克風呢 在1.09之後的新生物 最後投票票選出 然後獲勝的是這一隻 啊類他是一個 藍色的會飛的小精靈的感覺 有點像特大隻的腦鬼嗎 飛行系然後又有點透明透明的感覺 那是特別的地方是他會撿東西 他會幫你撿東西 而且他非常喜歡餅乾 這邊呢在料包的設計上是 用餅乾可以馴服他的來吃餅乾 有沒有他吃掉了貌愛心了 這樣他就會跟著你了 就會跟著你 那他特殊能力呢是會 啊撿東西 如果你先給他一個東西之後呢 哦他會在地上啊 在到處周圍呢 去撿一下相同的東西哦 像我們這邊把啊餅乾 扔的到處都是 哦哦哦餅乾不見了 他他他把我撿過來了 他把我收集起來了 他這資料包做的是瞬間移動 他把他搬過來了 那在官方設定中 預設應該會是 把他搬到音階盒的附近 他音樂他喜歡音樂 然後盡量把他搬來這邊 把這邊是瞬間移動型的 而且我是不是走到哪邊他就會 搬過來他會 搬過來會靠近我哎 哇好強哦 他連線都幫我撿到哎 我要連其他東西都撿了 他資料包實際上有點強大 就是他會撿所有的掉落物吧 到處範圍內都可以撿 那這次特別地方是在音樂播放 還會跳舞 他旋轉 旋轉 在旋轉呢你是鸚鵡嗎 像鸚鵡也會有這個特殊的效果 這邊聽到會跳舞 哎他只有跳一小段嗎 他只有跳一下下就不跳了 旋轉旋轉旋轉 哈哈哈太可愛了 這張旋轉 不過他這個好短啊 他只有開始了一點點時間 會旋轉而已很神奇 不過官方好像主要還是音階盒啦唱片 哎好像也有嗎 他們跟著起舞的樣子 總之喜歡音樂呢 到時候看他的設定會怎麼樣 你是要先丟給他 然後讓他拿著 他會幫你收集周圍相同的東西哦 那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如果你死掉的話 這個可以幫你撿回裝備嗎 看起來應該會有點難 我在目前這個資料包應該是可以的 像是我在這邊死亡之後呢 噴裝了怎麼辦 他會幫我撿過來嗎 他其實有一個範圍了 他也沒辦法撿太遠 這樣子呢 好像不會太遠了嗎 我的東西都在那 會撿嗎會嗎 再靠近一點 不過這麼靠近我乾脆自己撿就好了 對因為噴裝你可能會在很遠的地方 而且是雷 不知道會不會跟隨著你 那 感覺是需要先 給塊餅乾 做個獎勵 哦哦開始在瞬移了 哎呦撿過來了 在哪邊 哦撿出來了有了他幫我收集好了 哈哈 這邊資料包做的比較厲害一點 不過呢 在正式版如果 要設定他撿東西 只能撿一個的話也是有好處的 他就可以做分工跟專業化 我相信現在想到就是小麥田啊 之前都是用流水收割 那還要用肉朵把它收集嗎 那現在大概不用哦 你大概 也是可以流水收割 收割完之後那個小麥跟種子 他自己會去撿 然後自己會收集 然後收集成一坨然後再放進去 像這種甘蔗 如果是自動刷刷機的話 他可能會到處亂噴 那有這個小精靈的話就幫你撿 他算是 大範圍收集啊 一個範圍內幫你好好收集 就不用漏斗 那也不用防止他亂噴 好像西瓜片 南瓜之類的 到處亂噴之類的 他就可以幫你收集起來 所以感覺在 自動化他會是一個很好的幫手 那很多漏斗可能就不太需要 然後建築的規模都可以再縮小一點 漏斗有時候接管線 或流水去接那個物品的那個 而收集處 我就會變得比較大會比較麻煩一點 那現在有這個移動式的收集機 這個些裝備這些設施呢 應該變得更加輕巧好製造啊 那這就是麥塊在1.19之後 會新增的新生物啊 上次新增的是發光猶豫嗎 在更之前是山羊 然後現在哎還有更更之前是業妹 我這些投票生活都慢慢的加進來 然後這個是1.19版的 那看一下到時候的機制會怎麼樣 應該會是蠻方便的 不要說他大小就這麼大嗎 有有這麼大隻嗎 不知道他實際比例會怎麼樣 這邊做起來好大一隻哦 比我的頭還大 那最近都有稍微把這三種新的投票 生活都玩了一下 稍微看一下他們特殊的能力 還有一些介紹啊 雖然有些在正式版是玩不到了 不過在模組資料包還是可以體驗一下 前下之後正式版的推出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大家拜拜 日子 選擇 我們下次見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